李克农之子李伦曾立下一等战功 为何绰号小日本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贤时 一共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 其中有一位上将十分特殊 他叫李克农 是唯一一位没有带兵打过仗的上将 但李克农为我党做出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 他是我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 是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节之一 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出色的才能 李克农多次深入龙潭虎穴 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克农虽然没有亲自赶赴前线带兵打仗 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穿梭 但他在暗处与敌人展开的斗争 有时比战场上还要更加凶险 作用也更加重大 李克农值得上将军衔 也值得任何美誉 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所谓是虎父无犬子 李克农的儿子李伦 也继承了他的革命信念 为我党为国家奋斗了一生 李伦没有跟随他父亲 从事情报方面的工作 而是赶赴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报效祖国 并荣获了一等功 1955年授贤时 李伦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而到了1988年 李伦又凭借他卓越的功勋 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他和他的父亲李克农一样 都是值得被中国人民钦佩的英雄 可就是这样一个革命信念坚定 军事才能出色的英雄 竟然有个小日本的外号 李伦的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 作为李克农之子 他的一生又是怎样的一生呢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27年11月 李伦出身了 1927年是动荡的一年 蒋介石在这一年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我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就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 身在吴湖的李克农便遭遇了危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吴湖发出全城通缉 悬赏5万大洋捉拿吴湖的中共负责人李克农 在收到消息之后 李克农立刻逃往一个小村子躲了起来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获悉了李克农的藏身地点 准备刺激围固 李克农对此浑然不决 一个巨大的危机已悄然来临 幸而李克农的妻子赵英 有一个亲戚在警局工作 这个亲戚得知了国民党反动派 即将围捕李克农的消息后 立即通知了赵英 赵英得知这个情况后 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营救丈夫李克农 为了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 赵英知道 他必须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 可此时赵英已怀有4个月的身孕 怀的孩子正是李伦 他行动十分不便 剧烈的活动很可能会影响到 父中胎儿的生命安全 但为了丈夫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 赵英毅然决然选择亲自报信 他在大雨中狂奔 真分夺秒的给丈夫送情报 赵英一路都没有停歇 一直在大雨中跑了七八公里 才抵达李克农所在的村子 赵英推门进去的时候 李克农被吓了一跳 第一时间并没有认出 来者是自己的妻子 李克农听到妻子焦急的声音之后 才发现来者是赵英 从妻子口中得知 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赶到这里的消息后 李克农迅速转移 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他前脚刚走 国民党反动派后脚就赶到了 他之前藏身的地点 可见如果没有赵英的通风报信 李克农怕是凶多吉少了 因此李克农十分感激妻子 此后对妻子更加疼爱了 这时候李克农和赵英已经结婚了整整十年 两人于1917年成婚 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但两人结婚后过得十分幸福 生了四个孩子 赵英虽然没能和李克农一起参加革命 但他十分支持自己的丈夫 他一边辛劳地处理家中的大事小事各种事物 以保证丈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革命 一边尽可能地为李克农筹集活动经费 甚至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 赵英这次前去给丈夫李克农传递情报 不顾自己和父中胎儿的安危 这种无私的行为可谓是十分伟大 幸运的是赵英母子平安 他顺利地把李伦生了下来 李伦是李克农和赵英的第五个孩子 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后来有人曾跟李伦开玩笑 说他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开始干革命了 童年时期的李伦十分聪慧并且懂事 他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只知道母亲不让他动父亲的东西 李伦便乖乖听话 从来不动父亲的任何东西 当时李克农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上海 奉命打入了国民党秘密组织的特务机构 每天过的都是刀尖舔血的日子 十分危险 因此李克农把他放置的每个东西都做了记号 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安全 虽然李克农的工作十分危险且紧张 但他仍会抽出空闲的时间陪陪家人 这个时期李伦和父亲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但可惜并不长久 1931年4月 顾顺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之后 很快就叛变了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因为他掌握了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 他的泄密直接导致我党多名地下党员被残忍迫害 李克农也一度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最终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准备利用这个可耻叛徒泄露的机密 将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幸而潜伏在中途的我党人员钱壮飞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迅速将这个重要情报连夜告知了李克农 李克农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情况已经十分危机了 他迅速找到了陈根周总理等人 并向中央做了报告 帮助地下组织进行了转移 李克农在危机关头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阴谋 帮助我党度过危机之后 李克农便准备通知自己的家人 但敌人的动作太快了 李克农回到家父亲时 发现敌人已经将四周的街区全部包围了 无奈之下李克农只能选择离开 幸而当时赵英并不在家里 他带着孩子出去买菜了 赵英跟李克农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 也变得十分机敏 他察觉到情况不对劲之后 便立刻带着孩子逃走了 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去哪里呢 他们该怎么谋生呢 李伦就这样跟着母亲过上了四处漂泊 风餐露宿的日子 他们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根本就吃不饱 但即使条件如此艰难 李伦也没有抱怨过一句 幸而不久之后 他们遇到了李克农的一个朋友 得到了一些路费 才得以回到安徽老家 而这个时候身份暴露的李克农 已经去了中央苏区 李伦十分思念他的父亲李克农 可李克农就像风一样离开了 年纪尚小的李伦还不知道 父亲有多么厉害 在做着多么伟大的事业 他只想见父亲一面 这是一个孩子最纯粹 也是最炙热的期盼 随着李伦逐渐长大之后 他对父亲的印象越来越清晰 也开始明白父亲的伟大之处了 革命的信念开始在李伦心中萌芽 他注定会受到父亲李克农的影响 在将来踏上革命的道路 不过在那之前 李伦必须和母亲一同度过 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赵英带着孩子回到安徽老家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到李克农的消息 甚至还有谣言传来 李克农已经牺牲了 这给赵英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除此之外 赵英还肩负着生活的重担 他只是一名小学教师 薪资十分微薄 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很是艰难 不过无论是赵英还是李伦 都没有被谣言和困难打倒 赵英默默承受着一切 努力撑起了这个家 李伦则开始认真刻苦地学习 他在上小学两年级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父亲李克农来信了 赵英收到丈夫寄来的信件后 瞬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这几年过得十分艰苦 但看着丈夫的来信 赵英觉得他无论吃多少苦 都是值得的 这封信给赵英带来了坚持下来的动力 也让年仅六岁的李伦激动不已 他用稚嫩的话语给父亲李克农 回了一封信 信上寄托了一个孩子 对父亲的最纯粹的思念 李伦在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全家人都很想你 我更想你 经常在梦里哭醒 李克农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瞬间泪流满面 心中五味杂沉 他是多么希望能立刻就和家人团聚啊 但革命事业尚未成功 为了国家 李克农只能暂时放弃自己的小家 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 让李克农的革命信念变得更加坚定 革命动力也更加充足 随后李克农跟着红军踏上了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好不容易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他再次断了联系 而这次失联足有三年之久 等到1936年李伦再次收到父亲李克农的来信时 他已经九岁了 次年李伦十岁的时候 他终于又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父亲 1937年4月的一天 李伦正在家里用功读书 突然看到一个神穿黑大衣的男人跑了进来 李伦一开始并没有认出 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李克农 他只觉得这个人亲切熟悉 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之后 李伦又激动又开心 抱上去很久都不肯撒手 但李克农还有任务在身 他只在家待了一个多小时 便匆匆赶去了上海 直到1938年 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之后 李伦才去到了父亲身边 和父亲住在了一起 虽然李克农的工作繁忙 几乎没空陪伴儿子 但李伦还是很开心 对他来说 每天能看到自己的父亲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而李伦小日本的外号 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叫响的 原因十分有趣 当时李克农并没有特意给李伦安排床 所以李伦经常随便找地方睡觉 有一次李伦正趴在工作人员李涛的床上睡觉 李涛便开玩笑道 你来站我的床 这不是和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吗 李伦听到小日本这三个字后 十分生气 便极力反驳 这事传出去之后 便成了有趣的笑谈 久而久之 李伦便有了小日本这个外号 虽然外号是小日本 但李伦和他的父亲李克农一样 都是革命信念 十分坚定的爱国人士 长大后的李伦 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赶赴前线战场 参加了济南 淮海 渡江等战役 其表现十分勇猛 履历战功 在1949年的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中 李伦凭借出色的表现 荣立一等功 一点没丢李克农的脸 李克农这一生虽然没有带兵打过仗 但他的儿子李伦却上了战场 并在战场上勇猛杀敌 表现十分出彩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贤时 李伦被授予少校军衔 并荣获三级解放勋章 1988年9月 李伦被授予中将军衔 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为部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 做出了贡献 2019年6月25日 李伦因病一致无效 在北京逝世 他光辉的一身 圆满地走到了终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来 外号小日本的李伦 与他的父亲李克农比较起来 够不够出色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 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